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完成了对阿里巴巴的调查 决定了要就着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罚款就是相等于阿里巴巴在2019年度的营业额的4% 也就是人民币182亿元 折合港币大概就是216亿 这一项反垄断的罚金就创了大陆史上的新高 随后阿里巴巴就发表了一份公开讯 他们就声称是会诚恳接受处罚和深存感恩 第二宗消息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说 就说大陆当局是叫停了湖畔大学课程的收生 这家湖畔大学其实就是由马云等企业家牵头所成立 这件事就足以反映马云的影响力是进一步被打击和削弱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阿里巴巴怎样被人罚钱之后 还要是写封信出来感恩 在去年的12月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依据了反垄断法 对于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所进行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进行了立案调查 包括了的就是在市场上实施所谓二选一的垄断行为 调查就表明阿里巴巴所实施的二选一行为 是排除和限制了中国境内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 防外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 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 侵害了平台里面商家的合法权益 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构成了反垄断法里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大陆立案调查 当然会有些东西查出来的了 现在一下子这么多顶帽子扣下去 阿里巴巴就面临着天价佛金 他们在一收到这个罚单以后 马上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出来撒嵌 他们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说对于处罚 我们诚恨接受 坚决服从 借此机会 阿里巴巴和全体的阿里小尔 对商家、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 给予我们的信任和包容 表达我们的感恩 也坦诚地表达 我们对未来长远健康发展的思考和行动 被人罚了百多亿都还要感恩 哈哈哈 这都可以算是天下其民 他们最后那段又怎么写呢? 说今天是阿里巴巴集团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们将会以此为新的起点 直面问题 锐意格新 政府的监管和服务 社会各界的批评包容和支持 是阿里巴巴一直成长的关键 对此我们心怀感恩 同时心存敬畏 客户第一 做一家为社会不断创造长期价值的好公司 既是我们的初心 亦是我们存在和发展的最大意义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绝不动摇 其实他们不心怀感恩和心存敬畏都不行 因为他们都要继续做下去 你要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唯有就是要跪下 其实阿里巴巴这封公开信 简直可以列作中学实用文的教材之用 因为他们面临着天下的佛金 仍然面不改容 而且还要表达出一种谦卑和愧疚 还要表达出他们是愿意积极配合当局所指导的整改 我想外国的科网公司 他们的公关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阿里巴巴除了面临着天价的罚款以外 当局也同时要求阿里巴巴停止违法行为 并且就向他们发出了行政指导书 要求他们是要作出全面的整改 并且要连续三年 向当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 阿里巴巴现在面临着这样的惩罚 无论你说他是被人割韭菜也好 或者是被人如取如葵也好 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里巴巴能够取得今时今日这个市场地位 无非就是靠政权的庇任底下才能做得到 当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曾经答应过要开放互联网的市场 但是阿里巴巴现在面临着的竞争 无非都是国内的竞争 其他外国的科网巨企、老虎全部都是被挡了 在外国最大的网购平台就是Amazon和Ebay 这两大平台都不能打入中国市场 所以阿里巴巴就是在一个相对紧闭的环境中 可以冲撞成长 如果当日这些平台能够打入大陆的市场 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时候 到底阿里巴巴能不能够取得到 现在今天这个地位呢 是有疑问的 阿里巴巴能够做到今时今日 这么大规模 这么成功 当然他们自己也有多少的本事 因为打铁都还需自身硬 你无料到 怎样来扶拔你 都基本上是 烂来扶不上瓶 但是 大陆政权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嘛 现在大陆看到阿里巴巴发展到这么上下的规模 就开始挑他的毛病了 就说他需要整改啊 如何如何 你说是不是无可口非了 因为阿里巴巴如果不是靠大陆的话 他能不能够发得到 违都成问题了 分分钟被外资企业收购了 也不奇怪 所以为什么阿里巴巴现在只能是心怀感恩 以及心存敬畏 事实上他也没得选择 我相信阿里巴巴只不过是第一枪 因为一搞到反垄断的时候 就不单止说他一家大陆的科网巨企 是有做到这些所谓的垄断行为的 什么二选一这些 其实很多平台都有份做的 那些平台我相信陆续都会遭到整改 以及处罚的了 大陆在网络上现在呼声最高的那两家 一家就是腾讯 另一家就是美团的外卖 很多网民在微博上猛的这两家 就说到底什么时候整治了呢 其实这东西也是有露竹的 在3月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 就对于10家企业进行了反垄断的罚款 当然就包括了今天这个被罚款的阿里巴巴 另外还有哪些呢 腾讯、京东、百度、字节跳动、美团、滴滴、苏宁、 好未来和牛卡福 今天阿里巴巴率先感恩了182亿啊 至于其他那些企业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感恩呢 估计都指日可待了 没理由只有阿里巴巴一家需要感恩的 因为这些企业当时都被判定是违反了反垄断法的 构成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各自被感恩了50万 所以看怕他们也是跑不掉的了 除了说罚款和整改以外 其实大陆还有机会要求这些科网巨企 是将他们的业务分拆的 就将它拆骨 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这样 在上个月就有消息传出了 说大陆要求他们出售媒体的业务 无非就是要削弱 他们在舆论上的影响力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对付马云啦 因为马云他曾经当着领导人的面前 唱反调说了一些不适合的说话 其实他也算大胆的了 就算是成哥李嘉诚才算 就算他表达出一些跟上边稍微不同的意见 他也是很隐晦地说的 比如说登报纸 他又说了一句 黄台枝瓜何堪再宅 又或者是隐晦地做一些床头丝 他也是这样表达而已 他也没有像马云那样 当着领导人的面子 说三说四 那就出事了 因为大陆根本上没有一家什么企业 是叫做大到不能倒的 怎会大到不能倒呢 你那些什么企业 全部都是在党的影响力底下发展的 所以谁又说大不大到不能倒呢 阿里巴巴够大了 又是这样 所以这个马云当初意气风发地踩下 成哥又说成哥的年代已经过去 现在真是不知道哪个年代过去了 现在他就连自己牵头搞那个湖畔大学 都是遭到当局的施压 被叫停了高管培训课程的收生 原本三月底开课的课程就遭到撒停 目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重开 其实马云也是重蹈覆设的 当初成哥都向汕头大学捐款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到后来19年的时候 也有消息传出了 就说汕头大学的管理委员会 就想削弱成哥的影响力 就想动议将李泽佳剔出管理委员会 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新鲜的了 不过马云他就太过意气风发而已 他在大陆做这些超级富豪 应该就是要保持低调 闷声发大财才是这样的 他又这么高调 一会又搞这样搞那样 搞到大陆在他面前一样一样 当然是不喜欢的了 因为你太大影响力 就算马云没有做任何事都好 在政权的眼中 他都已经是视为一个威胁的了 更何况就是 事实上马云就是在一个论坛上面 当着领导人的面 唱反调讲那些不合听的说话 更加要遭到针对 带头要感恩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